荒野望去好幾隻蛋雞堆結在角落 明顯死亡 現場雞毛亂飛凌亂不堪 好端端的養殖雞舍 怎麼會發生野狗闖入 咬死大量雞隻的誇張意外 抱歧受傷雞隻實在好無奈 雖然沒有抓到嫌犯 但地上的狗角印已經成為鐵陣 蛋雞舍是遭到流浪犬攻擊 大量雞隻才會被咬死 機能控訴 雞舍真的損失慘重 利頭一半的蛋雞都沒了命 根據市價損失至少12萬元 而且還因為無法確定 這些流浪狗是否是公家機關放養 恐怕求償無門 沒有辦法去確定說 針對較無攻擊性的流浪動物 採取捕捉後 劫渣在野放的管理方式 但因為無法確認 咬死機隻的到底是不是野放全隻 因此申請國賠有難度 豆包處強調會輔導機設 加強安全設施 但看在機農嚴厲 恐怕治標不治本 難以接受 紀新聞黃宇軒黃醫學 余家瑋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聲靜美 靜好新聞